二十六號立法院財委會審查 財政收支劃分法 不只財政部版本 各縣市立委也有意見 提案不甘示弱 洋洋灑灑十九個版本 光整合就傷透腦筋 加上行政院公債法修法 大砍臺北市舉債空間 結果政院版財化法草案 臺北市統籌款又只增加二十一億 比過去少一百八十億 居五毒之末 恐怕反彈將更大 財政部版本內因為調整個稅收比例 確實讓各縣市統籌分配款有增加 結果五毒中以新北市多了一百三十七億 增加最多 讓繳稅佔最大比例的 臺北市立委有話要說 對財政部修法版本 地方縣市立委也罕窮 高雄市立委趙天玲不滿財政部 雖然提高下放比例 但卻把所得總稅收比例 從十%降到六%根本沒有把柄做大 雲林市立委劉建國認為 雲林市農業大縣又有六欽 每年上繳四五百億稅收 得到的款項還不如彰化 不公平 彰化法涉及的統籌分配款 因為餅只有一塊 由縣市增加就得有縣市減少 加上一談到錢 所有人都喊窮 也要立院形成激烈審查 要在本會期過關 困難度不小 介紹郭君臨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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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